北京时间11月2日凌晨 德国杯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德甲霸主拜仁做客挑战萨尔布驴肯 拜仁在德甲赛场成绩不错 七胜两平保持不败 进球数达到34个非常恐怖 不过 拜仁却无法在德甲排名榜首 因为勒沃库森的成绩太好了 八胜一平比拜仁还多了两个积分 在欧冠赛场 拜仁三战全胜占据小组第一的位置 拜仁进来的势头非常猛 进攻火力非常犀利 这次来到德国杯赛场 面对的是德秉球队萨尔布驴肯 拜仁势在必得 结果拜仁却爆出了超级大冷门 输给了萨尔布驴肯 惨遭淘汰 本场比赛图赫尔排出4-2-3-1阵型 舒波比莫婷顶在最前面 特尔、穆勒和萨内联妹出击 克雷奇西和基米西组成双后腰 阿芳索比·戴维斯、金文哉 德里赫特和萨尔四后卫首发出战 诺伊尔担任首发门将 拜仁的首发阵容 总身价高达4.25亿欧元 而萨尔布驴肯的首发阵容 总身价只有298万欧元 双方的硬实力差距很大 但是比赛的进程却让人意外 比赛第17分钟 拜仁就取得进球 穆勒在禁区外来一脚远射 皮球钻入球门左下角 这脚射门角度刁钻 门将无可奈何 把身体拉到极限 都没能碰到皮球 拜仁开局很顺利 两分钟后 德里赫特受伤了 无法坚持 被换下场 第25分钟 舒波比莫婷在禁区内穿当过人 被绊倒 但裁判没有表示 第44分钟 拜仁丢球了 依靠前场抢断后 获得的机会 松特海默尔为萨尔布驴肯扳平比分 这力进球让比赛有了悬念 半场结束 双方踢成一比一平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8分钟 萨内内切近射 被扑了出去 10分钟后 萨内再次获得机会 这一次他的小角度射门 被门将封堵出去 第60分钟 图赫尔进行换人 穆西亚拉 格纳布里和科曼 替补上场 第70分钟 格纳布里内切射门 门将把球没收 4分钟后 科曼再进去外来一脚远射 门将再次把球扑出 非常神勇 随后 穆勒投球攻门 稍稍偏出左侧立柱 第89分钟 穆勒近距离射门 但还是被门将化解了 不失独秒阶段 萨尔布里肯进球了 高斯进去内包抄 推射打进 还成绝杀 太不可思议了 萨尔布里肯球员和球迷 疯狂庆祝 最终 拜仁一比二 输给萨尔布里肯 惨遭淘汰 真是超级大冷门 图赫尔率领的拜人耻辱出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